简南忧有一些惊诧,因为顾飞二人竟然会静止朝他们走来,这其实是一个挺不正常的举动。 简南忧他们虽然谋划报顾飞装备已经很久,但事实上迄今为止,这意图还没暴露,顾飞并不应该知道他们不怀好意。 那么,他此时就这么目的明确地走了过来,这到底是为什么? 如果说是为他那几个朋友报仇,那他那几个朋友为什么不出现? 难不成他只是随便路过,于是看到我们几个就突然生出了要报仇的念头,于是就过来了。 简南忧想想,只有这一种的可能性,他当然想不到,顾飞来找他实在也是一门生意。 还说不好找,这多容易啊,这时百事兴伦,一边走,一边赞美着。 所以我就说,这份职业很有前途嘛。 顾飞说,又哥他们当初的猜测完全没错,简南忧这七人众原本都是职业榜上的十大成员。 因为出征落日成全军覆灭,这才掉到了榜外。 七人的情况如出一辙,都是就算掉了一击,却也雄风犹在。 否则也不会这么沉稳地继续策划如何与公子精英团的高手交锋了。 但此时,百事兴伦的出现,却有些打乱了他们的阵脚。 此时已经完全没有时间再进行什么精心周密的策划了。 简南忧朝其他六人一打眼色。 可以不管百事兴伦,尽力报了视频法师再说。 六人点头,顾飞和百事兴伦步步走近。 七人虽然依然坐着不动,但胶水的弓箭已经拉开,火燃衣已经开始在心中温习第一个要用的法术吟唱。 先别动。 简南忧看出这俩远程职业已经想先发制人了,连忙伸手阻了一下,跟着一打眼色。 大家顺势望去,就看到酒摊的负责玩家已经上前去招呼那二人了。 两位需要点什么? 哦,对了,顾飞却是突然想起了什么,这个沙滩上是不方便PK的是吧? 酒摊玩家的脸色立刻已经变了,另有两人也已经闻声窜了过来。 两位有什么事? 为什么这里不能PK? 百事兴伦游子在问。 因为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意,顾飞说。 哎,没错,对方听顾飞如此说,觉得他还是比较懂事的,脸色立刻也缓和了不少,所以要PK的话,麻烦两位换个地方。 而这个时候,简南忧确实一点回避的意思也没有,他微笑着,挑衅地望着顾飞。 他的这一举动当然不是无意义的,他只是突然发现,在这个地方动手虽然仓促,但其实也是有好处的,至少他们七人绝不像是来闹事儿的。 顾飞和百事兴伦这两个捣乱者将受到临水城各大行会的集体追杀。 这种混乱的场面,简南忧当然十分欢迎,他喜欢在这样的局面下浑水摸鱼,之前跟随他们前往落日城,本就是这么个战术意图。 没想到,上次失败之后兜了一圈,如今在临水城,又迎来了这样一个机会。 简南忧实在不想错过这个机会,所以他蔑视顾飞,挑衅顾飞,拿微笑来刺激顾飞。 这样一个PK值动不动就刷出几十的家伙,肯定是个热血冲动的人,所以他一定会补补一切地出手。 简南忧如此认为。 这样的话呀,他们七人甚至都不用出手,沙滩这边各行会的人首先就会站出来。 虽然他们未必会是这两个高手的对手,但是混乱的局面已经产生了。 更美妙的是,顾飞肯定会在这混战中再次沾到PK值。 PK值,这是职业打结党最爱的东西,是提高他们工作效率最强劲的配备。 简南忧想想就觉得十分美好,于是继续加强挑衅力度,然后他就看到百事经纶朝他一指后说。 那人就是简南忧。 我认识,顾飞点头,他好像在鄙视你。 百事经纶说,顾飞笑了笑,马上就要挂的人了,不在乎他多嚣张一会儿。 简南忧听了一阵郁闷,倒不是因为顾飞的反鄙视。 只是就此他已经明白,挑衅这种小伎俩显然对顾飞是没有用的。 这人根本不是会因为这么点小事就不顾一切,如此一来,他期待的混乱场面怕是很难会出现了。 但紧接着他就听到顾飞再对那三人说,三位,我保证我们出手一定干净利落,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麻烦。 三人哪里这么容易就被说服,头摇得像波浪鼓一样,更何况他们都听到了,那桌坐的人是贱难忧,而且桌上一共有七人,这一打起来怎么可能像他说的干净利落,一点麻烦都没有啊。 两位,你们有什么过节啊,我们都是不过问的,只是这里啊是我们做生意的地方,所以啊,你们的事情请换个地方解决。 对方的口气终归还算客气,人与人的确是不一样,这是要是越野城的行会,谁和你这么多废话,直接砍死你完了。 顾飞倒真希望,对方像越野城的玩家一样,暴力一点,眼下这客客气气的,弄得自己还真不好意思动手。 真的不行?顾飞问,对方摇头,那好吧,顾飞一脸无奈,转身,要和百事经伦离开。 三人都以为,这二人必将离去,已经放松了警惕,顾飞却猛然转过身来,手中长剑,已经举起。 斜斜地指向了天空。 天叫火轮,快闪! 火燃衣高声提示,刚刚还围满七人的一张桌,瞬时间已经空无一人。 剑男幽七人众没有一个是反应迟钝的家伙,一听火燃衣高喊,立刻就连着凳子朝后飞退。 你! 酒摊的三名玩家,没想到顾飞竟然如此,自然是勃然大怒,结果就见顾飞,顺手就把剑插回了口袋,镇定得到。 怎么了?随便摆个造型也不行啊。 三人文言一征,再回头一看,那七人跑了七个方向,自是狼狈,但天空中连一丝火光的痕迹都没有。 显然顾飞只是单纯地扬了价而已,是那七人太过紧张。 的确只是一次单纯的摆造型,没有PK,但是这沙滩的规律是玩家定的,不是系统定的,自然灵活得很。 虽没PK,但顾飞这同样是捣乱,自然也要严惩不淡,三人的脸已经彻底拉了下来。 看来兄弟你是诚心来捣乱的,说话的同时,周围其他酒摊上也有人朝这边赶来,都是各行会在场的玩家。 顾飞却摇了摇头,没有,我是来砍人的。 说完手一扬,突然人就已经消失不见,三人游戏至今尚没见过这么奇怪的消失症茫然呢。 突听身后传来惊叉声,三人连忙回头,这才发现原本和顾飞一起的那家伙,刚才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顾飞转移,早已经漆尽了那一桌。 惊慌躲闪后,发现只是一场骗局的剑南忧,还没来得及调整心情,就发现百事经轮已经冲到他跟前,挥一拳就打,剑南忧来不及细想自然是举起他的盾牌挡去。 很遗憾的是,今天他遇上的不是一般人,百事经轮这一拳迎面打来,剑南忧举盾去挡,拦了百事经轮的拳头,却也拦住了自己的视线。 他不知道,百事经轮这一拳到中途居然还能有变化,突然变化为爪抓到了他的盾牌边缘。 剑南忧跟着已经是一记冲锋顶出,他是用盾使得这手冲锋。 虽然短了攻击距离和攻击力,却加大了攻击面,战士使用冲锋向来都不是图这一招的伤害。 冲锋重要的是,他高几率的眩晕效果,以及那一瞬间让缓慢的战士爆发出非常的移动力。 这种近距离的盾牌冲锋几乎没人能躲得掉,只可惜剑南忧今天遇到的是百事经轮。 他早已经料到剑南忧这一攻势,手抓盾牌的同时,立刻借力一般。 剑南忧冲锋冲出去的同时,百事经轮把自己甩到了他身后。 剑南忧一冲顶了个空,更见有人影从自己身边一晃略过,当然知道不妙,既能刚刚结束,还没来得及转身腰间,已经被百事经轮拿住。 剑南忧只来及按叫一声不好,人已经腾空而飞,就像是战士使用冲锋时会出现平时他绝没有速度一样。 割斗家在使用暴身头时,多少负重的玩家在他们手中都是轻弱红毛。 九摊三人转身就看到了剑南忧被摔出的这一幕,连剑南忧的其他六个伙伴都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,一切发生的都太快。 他们抬眼发现一场使,看到的也就是百事经轮甩身到剑南忧身后,跟着追捕上前抱飞了他。 一切都还没有结束。 剑南忧即将落地的地方,也是百事经轮特意选择的,地处空旷,不会惊扰到任何人。 故非在这个时候,一个瞬间一动飞身而至,暗夜流光剑已经扬起,火光已经隐隐在上面流动。 剑南忧很想把盾牌伸过去一挡,只可惜中了格斗家的暴身头,在落地之前身体都是强行的僵直状态,无法做出任何动作。 剑南忧落地,尘土飞扬。 何况,百事经轮身为吴小强,虽然和顾飞一样,对游戏装备不像普通玩家那么在意,但也不至于简陋地不堪入目。 但就在落日成竞争到了那么多系统任务,就足够他一身华丽的顶级了。 此时,又不是比武交际,自然是全副武装,落地的一瞬,剑南忧已经感觉到生命在奔放地流逝着。 与此同时,一道鲜红的火光已经顺风而至,白光随之亮起。